好,簡報26頁這邊我們來看看有關開始後面的都是跟圖片、影片生成比較相關的 那像這個26頁這個服務 MyEdit 這個其實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你們都有聽過或用過威力導演對不對 這就是訓練那一家公司的 因為他有推出很多的這些包括AI的圖片工具或者是影音那個聲音的工具 所以你進到這邊來左手邊有沒有很多 有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你把照片傳上去就可以馬上卡通化啦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這些內容 不過呢MyEdit的最大好處當然它就是中文 可是缺點是因為它是國內廠商 所以相對來講它的這個資金、銀彈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它很多的服務是屬於付費的 那如果你要下載 它也會限制免費的可能一天只能下載一次 但是好處就是你這些工具你都可以玩玩看 有機會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那我先帶大家體驗另外一個 好這個在我們簡報的27頁 27頁 那麼在這邊的話呢我要讓大家體驗的是第四個 這個叫自由影像圖塊的一個作畫 那什麼意思呢 以後各位 你只要有幼稚園的程度就好 可以接受嗎 你覺得你的程度會是哪一個 蛤?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 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嗎? 你幼稚園就有這個能力了有沒有 我跟你講最誇張的是下面這個 你如果這兩個能力沒有 你跟我講一下 因為重點不在上面 而在什麼?下面 因為下面就是他的提示詞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School Boy 有沒有長長的頭髮 微笑 3D的圖 後面是繪畫的風格 所以你知道的 如果我要改成女生 所以老師請問這個可不可以拿來英語教學 有沒有就變女生? 以前我們是要用圖卡 來讓同學講出這個是什麼內容 對不對? 現在不用 直接打字就好了 那如果你希望 他現在是長髮 可不可以變短髮 Short 有沒有馬上變短髮 句子錯沒關係 單字要對嘛 這樣有沒有感覺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要說的 因為我們今天禮拜六上課 所以很即時有沒有 其實 以前去年我們要 就是要這種深層圖片的 像上面這個 還沒有那麼方便喔 也就是說 他必須要你自己畫完了之後 然後告訴他提示詞按送出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只要打完馬上就生成 對不對? 完全不用送出 因為怎麼樣? 我們現在的生成的能力 就是那個運算能力已經提升了 只要忍不多的話 做這個就很快 好,那你看喔 如果你是像這個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左手邊有沒有一些基本的繪圖工具 畫舉行圓形 或者是圖手畫或打字 比如說 如果你想要有聖誕老公公坐在上面 你就可以畫啊 這樣 這樣可以嗎? 結果沒有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提示詞裡面 就沒有講到這件事情啊 有沒有告訴你 他說只有禮物而已 那我希望怎麼樣 有人在上面怎麼辦? people 可以嗎? on it 這樣有沒有很誇張? 這樣可以接受嗎? 雖然他臉部沒有很清楚 那右手邊這個繪格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自己改 或者要用他隨機生成都可以 你看按一下他就隨機生成一種 這樣你對自己 會畫的能力 有沒有比較有信心的 記得 幼稚園就好了 不要 不要念到 國小 國中 你就可以畫出來了 那 你也可以在上面 你想要再增加什麼內容 對不對? 你就在旁邊 用圓圈圈 但是重點是 你在提示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 你要做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告訴他 你要做什麼 他就不知道你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他就只能自由的生成 這樣子而已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稍微玩玩看喔 好不好 這樣 這樣 有感覺到 有AI幫忙 省事很多 那目前這邊 抱歉他就不支援中文 所以就要考驗大家 英文的 詞彙能力 不懂的 問AI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 現在大家工具很多 最怕的是 最怕的是 你連動都不想動 如果連動都不想動 很抱歉 就跟我剛才講 AI沒辦法幫助 沒有想法的人 你一定要有那個 意願 那AI就可以成為你的 神助手 這樣都OK嗎? 好了齁 所以以後不會畫圖 不要告訴我 找他就好了 好嗎?